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位球打的最差 对 过往他是打右路 看这条球 转到门前 外线 政治有些党 漂亮啊 这个球比上一次要好了很多 对 这球压得好 而且动作舒展 发力也很棒 打的是真漂亮 这球我觉得以这么漂亮的动作来讲 真应该奖励一个进球 阿里斯卡就好打门 漂亮的一条任意球 张成林 打门近点 对 这次后点 我就点到门前 球进了 这个球的话是一个凌空扫射 张成林 你看不庆祝 不庆祝 张成林 这是到恒大以后的第一个球 第一个球 伊利哈姆江有点盯不上 他已经32了 先看这球 叶拉围棋来到发球区 左要的射门 登城把球封出来 再打 好球 脚下挡球 登城真是漂亮 还是有点这方面的担心吧 有点说稳妥起见 这马才有时候猜不到 像刚才那动作都给黄牌 我这万一 两点包抄后点的投球 郑凯慕 郑凯慕 好球 第一瓶球 保利尼奥 小角度打了 跟上鼓 运气不错 立住 这个球的话 主要是落在了塔利斯塔的右脚上 对 保利尼奥 他本人去外线套上 出现了传球的空间 投球球进了 这个点抢的恰到好处啊 余汉超 我再记得第五个联赛进球 哎 这个说实话怎么说呢 咱们之前已经接二连三的看到了贵州横峰队员的这种实物传球啊等等太多了 尼哈姆江又是给他一对一的机会 对 队友上来了 套上之后看看他怎么传 横传 停球 再回敲 外围的射门 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也还可以啊 郑凯慕 他俩在人和原来是队友 哎 回转球出现失误 看看保利尼奥过掉了门将 但是这下鼓的太漂亮了 但这个球铺就能不能是一个续命啊 看一看后面比赛 还有20分钟 塔利斯卡远射 球进了 这个球的话 后腰基本上没有给塔利斯卡任何的限制啊 就让他很轻松的起脚 是的 而塔利斯卡其实他这个远射 无论是过往面对贵州横峰 还是说面对其他对手 都出现过 就不能给他这样的机会 但是对于横峰球员好像就忘了有这个事 是啊 这是曼萨诺在中套的第二个赛季好像也不容易 先看这球啊 斯底夫 对手插上 扣 左脚没有选择打门 慢了一点 身后邓韩文上来把球给捅了一脚 斯底夫是认为说这球有手持 嗯 但邓韩文的这个回防还是不错的 对 后点 登上了高高 没能完成投球 而最终比赛结束 3比0 广州横大淘宝在客场完胜贵州横峰 本赛季联赛 是双杀对手同时 拿到3分 右边 是 对手